大家好 我们养兰花给它施肥是必不可少的一些动作 但是有一些新养兰花的朋友 总是把握不好 给它施肥的一些方法跟自强 把握不到位 容易造成这个兰花出现肥害 因为兰花它是不太洗肥的一种花卉 所以说可能对于一些新手来说 是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情 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有可能就很难把这个兰花养好 尤其是很难让它开花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较简单有效的方法 那就是给它改用一种磨肥 这种磨肥它是美国进口的 而且它里面的零元素还有美元素会比较高 那么零美元素高的肥料 可以促进它开花的同时 又可以保证兰花的根系更加的强壮 还有这一个磨肥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特性 就是当这个兰花需要养分的时候 它就会释放出来 如果当这个兰花进入到夏季了 不需要营养了 那么它就会停止分解 这样就可以让这个兰花不容易出现肥害 那么这种磨肥它的肥效也特别的长 我们一年只需要给它用两次 一次大概放上20粒就可以了 均匀的撒到盆的边缘 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所以用这种肥对医学不太会养花 而且也不太喜欢整天给它施肥的花油 是非常适合的 我们取消一年用两次 一次用上20粒就够了 所以这种肥是懒年养兰花必备的一种肥料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